冬天讲紫 现在下班踏出办公室外面天都黑了 忧郁啊忧郁 忧郁啊忧郁 我现在的心情完全符合郁的道字 有种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 我被资本主义踩在脚下践踏 什么踩在脚下 诶 你不知道吗 郁的甲骨纹是一个零 中间一个大 下面的包布像一个跪着的人 据说是象征一个人跪在地上被上面的人践踏 心情郁闷的意思 太牵强了吧 而且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啦 老实说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但还有一个说法是 上面的零加上下面的包布 中间的大代表人 表示人被零幕环绕 代表茂盛之意 咦 这两种意思 现在不是也都还在使用吗 玉除了表示心情忧郁 也可以代表草木茂盛 不是有玉玉苍苍这种字吗 对啊 所以其实我也很怀疑 到底是造字的本意就是如此 还是后来的人用现代的字衣去解读啊 哎 这根本像解释艺术一样 没有正确答案嘛 那根据我今天的心情 我就当它是被践踏的意象好了 被社会的铁拳践踏的我 好想在天亮的时候下班哦 好想在你